无论是原发性高血压还是剂发性高血压,它的产生机制都不算明确。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,原发性高血压是由于家族遗传和后天环境的相互影响,并且每个患病个体之间的发病原因和产生机制不尽相同,并不具有均匀的同质性。 在病因方面,遗传因素的作用比较突出,家中长辈有高血压病的家庭中后备出现高血压的几率,并没有高血压长辈的家庭比较低得多。 这可能是和相关基因的潜性遗传和多基因关联遗传有很大关联,其次就是环境因素,饮食环境和吸烟食酒是大家都普遍认可的应该因素。 在此步做赘述,值得应急的是精神的应急反应,由于现在的生活压力的普遍化,脑力劳动者承受着巨大压力,高度紧张的精神压力和嘈大生销的工作环境,对人体血压的影响非常巨大。 但是单纯由这种原因引起的高血压,在环境得到改变后,就会有很大改善,最后就是体重和药物的因素。 很多超重或者肥胖的患者多多少少都有些血压升高的表现,有很多研究也表明,体重的异常增加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。 尤其是那种中间肚子比较大,成立型体态的人,更容易发生高血压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